天秤座下周运势8月19日到25日 事业运势 下周太阳与水星的华丽河相 如同为你们的事业舞台铺设了一条金光大道 沟通与表达的能量将达到巅峰 这不仅是一个交流无碍 合作顺畅的时期 更是你们通过智慧与口才 推动事业向前迈进的绝佳机会 天秤座的你将如同外交家一般 以优雅的姿态穿梭于各种场合 用精准而富有感染力的言辞 赢得同事与合作伙伴的信赖与支持 然而 金星与木星的微妙四分 也在提醒你们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切勿忽视人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记住 真正的成功往往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共赢的基础上 因此 请时刻关注他人的感受与需求 避免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团队和谐 至于水星与土星的激情对冲 则为你们的事业之路设置了一些小小的障碍 但请放心 这不过是考验你们耐心与智慧的试经时 只要你们保持冷静与理性 用更加细致入微的沟通方式去化解误会与冲突 定能顺利跨越这些障碍继续前行 财运财务方面精心与火星的激情碰撞 可能让天秤座的你们感受到一丝财务上的波动与不安 此时 请务必保持谨慎与保守的态度 避免冲动投资与盲目消费 太阳与天王星的意外邂逅 以及木星与土星的沉稳对话 更是为你们的财务状况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与挑战 但请相信 只要你们做好财务规划与预算 保持警惕与理性 定能在这场财务风暴中稳操胜券 爱情运势 爱情领域太阳进入处女座的温柔脚步 让天秤座的你们更加注重感情关系中的细节与实际性 这是一个适合审视自我 提升沟通能力的时期 不妨与伴侣共同规划未来 让爱情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而对于单身的天秤座而言 水瓶座满月的神秘力量将为你们带来一场浪漫的邂逅 具有创新思维与独特魅力的潜在伴侣 或许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与你们相遇 请保持开放的心态与敏锐的直觉 相信真爱定会在适当的时刻降临 健康运势 健康方面水星与火星的活力联动为你们注入了无限的精力与活力 但请注意 这股力量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紧张与压力 因此天秤座的朋友们需要学会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寻找平衡点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情绪状态 适当的运动 合理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都是维护健康不可或缺的因素 同时请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与心理需求 避免过度劳累与情绪波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保持积极的心态与乐观的情绪将是你们维护健康的重要法宝 双鱼座下周运势8月19日到25日 事业运势 周一太阳